各位同学 积分跟微分 哪个比较难呢 我告诉各位同学 积分的技巧很多 技巧越多 代表这个地方的话是越困难 在微分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连锁率 有一个乘法的微分公式 有一个除法的微分公式 几乎都把所有题目都已经解决掉了 但是积分的话呢 可就不一样了 积分的进阶技巧的话 我们是解决有一些 有关于是分式 就是有理函数的积分 要不就是有根式 我们要利用的是 三角代换法的方式来处理 像这一类型的问题 我们是属于比较麻烦的 但是它还可以做得出来 还有好多好多的情况 所谓的椭圆积分 它是完全没有办法积出来 说记不出来是不对的 应该说它没有办法使用 我们所已知的一些函数的表示方法 如三角函数 指数对数来表达 那么我们称为高等函数 高等函数都是很多的不定积分 所建构出来的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 也是需要各位同学多做练习 才能够学得会 我们现在就这样行 练习 协讀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